幾項小動作要做 尤其是進到一來看到外觀的時候 有髒掉的部分一定要幫我清潔一下 比如說太陽能板上面有灰塵 稍微就撥一撥 然後兩塊都是撥一撥 另外在哪邊很重要 照相機 麻煩有來的時候就拿一個衛生紙或是紙巾 或是衣服覺得還算乾淨的 可以在它的鏡頭前面稍微撥一下 把上面的灰塵撥掉 千萬不要來回不要太大力撥掉 這樣就可以了 另外在上面這邊百葉盒 我們將鏡頭高一點百葉盒 上面來這邊你就把它順順 有光照球稍微把它稍稍 強硬化財稍稍稍 讓上面灰塵能夠減少干擾感測素質 旁邊如果有一些蜘蛛絲 你知道結網的部分稍微撥一撥 那這顆太陽輻射劑 也是差不多 把它稍稍的 稍稍你就講它多了 然後在風向風速盡量就不用動它 如果說風向風速家 有聽到它旋轉的時候有卡卡的感覺 就是旋轉的好像不是很順 那個時候你也沒有用了 又要打電話來找我跟我講一下了 再過來看一下這邊雨量桶 雨量桶的感測器 大概外觀沒有什麼好處理的 處理的主要是在裡面 看得到裡面其實是有一個 匯流的聚集地 有時候蟲蟲或是樹葉可能會卡在上面 所以可能麻煩你用手稍微去撥一下拿一下 我們側邊這邊也是可以把它拔下來 拔下來可以拔啦 拔下來裡面長這樣子的 這個髒髒的部分就稍微清潔一下 裡面也稍微看一下 送回去就是這個勾勾勾槽的地方 然後把它卡回去 等我這個 這樣把它卡回去 這個白色痕跡 所以大家壓到這個白色痕跡的地方 最後面幫我做一件事情 稍微對陣一下 在那個水瓶的部分對陣一下 當然不用拿水瓶椅 當然禮物要也可以 大致上對陣它的誤差都 基本上都還非常合理的範圍內